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虎扑7月10日讯 曼城平静的宣布 他们将以6700万英镑 签下莱斯特城边峰马赫雷斯 虽然这笔交易价值很令人兴奋 阿尔吉利亚边峰将会一份20万英镑周新的5年合同 并且拥有延期选项 2016年度英超最佳球员本计划 再在1月份完成转会 但是莱斯特城拒绝了曼城的报价 但他现在成为了上赛季英超冠军的第一笔夏季转会 这也是对他一直努力工作的回报 马赫雷斯得到莱斯特城的允许 并没有在周一随队去法国进行赛季前集训 他利用这段时间完成了这笔交易 他也没有因他会是一名轮换球员 而不是瓜比奥拉的常规首发11人而受影响 曼城主教练瓜比奥拉 对于马赫雷斯的到来一定会很开心 这样他就在拥有斯特林和萨内的基础上 有了更多攻击线上的选择 瓜比奥拉在周一回到了曼城的训练基地 为季前训练做准备 与他一起的还有没有世界非任务的球员 曼城预计还将在飞向美国开启他们的季前赛之前 以4800万英镑的价格 引进那博勒斯中场若日尼奥 26岁的意大利国角 同样会与曼城签下5年的合同 同时他的工资将得到大幅度提高 那博勒斯的新任主教练安切洛蒂 没有让巴西出生的意大利人参加他们的季前训练 因为他也了解到这笔交易即将完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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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